我们在说这个莱克多巴胺 其实它就是在养猪养牛的时候 那个饲料里面会添加的一种剂 在这个剂呢 那我们说让猪和牛吃了以后 可以瘦肉比较多 可是它要变成市场上的牛肉和猪肉的时候 不能超过一个标准 这个国际上已经有定了一个规范了 所以当这个规范出来以后 我们美牛就因此进来了 早了进来了九年了 可是现在我们希望 因为跟国际有更多的贸易 所以在美国猪肉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比较同一个标准 让它可以进来 其实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如果你吃了美国牛 吃了九年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其实它就是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饲料 同样的一个国际标准 它用在猪肉的身上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科学的事情 大家应该用这种科学的角度 就像刚刚一德主席说的 公投是为了要让人民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了解事情的全貌 所以如果你不按照科学 那反而去做一些操作 说硬要说这个是毒猪 说这个比摇头丸还要毒250倍 那真的就是像之前说的 这样的话 这些人是不是以后就干脆不要卖什么奇怪的安非他命了 这些就卖猪肉就好了嘛 这不是很奇怪的状况吗 所以我是希望各位聪明的观众 大家今天在投票前的两个礼拜 我们要好好的思考 我们用科学的标准来看 怎么吃美牛就怎么吃美猪 这是我们一贯的诉求 更何况我们现在在谈论美猪的这个布局 是因为还有台湾整个的经济的状况 我们的农产接受了国外进来之后 是要经过我们还有更多的金属加工 中小企业 我们自己的零件代工 还有更多的产品要销到其他的国家去 我们这样子大家合作 关税才有可能开始谈 这是希望台湾的贸易可以走往世界去 所以我们才会希望在这一题莱猪的这个部分 大家还是可以理智的投下不同意票 因为题目没有告诉你的是 政府已经做好把关了 我们下期再见